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经常会在我视频下面留言问 自己想转行 想从事电工这个工作 需要准备些什么 需要读个什么专业 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有些人是在国内是准备移民加拿大的 可能有的是从事计算机专业的 或者是公司管理层 各行各业的都有 那是准备重新开始生活在加拿大 那想做一个比较有前进的工作吧 所以他看了我的视频 很多人就说想转行电工 那有些人也是在加拿大 有的是读书 读管理类的 有的在加拿大移民生活了好几年 那也想换一个工作 看了我的视频觉得电工发展不错 想问我怎么从事电工这个行业 那跟这么多人聊天接触过以后呢 我今天想做一个视频 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就是当你如果想选择电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 有几个要素 我建议大家考虑清楚 看一下你是否适合这个行业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从事过这个职业的时候 自己想象中的 跟你实际体验的 到时候你真的开始工作的 可能是会有差别的 那到时候如果你在后悔了 可能时间成本就花的比较多了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总结几个点 让大家有想要从事电工学徒 电工这个行业的朋友们 在考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先考虑这几个点 你是否可以接受 第一点就是电工这个职业 在加拿大归类成技术功能 还是属于功能范围的 所以只是有技术的功能 所以他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还是体力劳动者 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是否有足够的体力 肯吃苦来从事这份工作 特别是前第一年的时候 是挺累的 那很多公司一般第一年的时候 有帮什么重物啊 或者一些防复的体力活 都是给学徒做的 我刚开始事工的第一天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物业管理的 一个一栋楼 整栋楼全部都是来出租的 那那栋楼有五六个房子 要重新装修 重新跑线啊 所以我参加事工的那公司 现在有五个房子 五个单位的公寓吧 不能说房间 五个单位的公寓 同时要进行 重新的布线 那那天我施工的时候 基本上 因为它是五个房间 坐完一个跑另一个 坐完一个跑另一个 都在不同楼层呢 我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把所有东西搬到那个小推车 然后推车推到电梯 再搬出来 然后从电梯 再搬到另一个单元 就不停的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是挺累的 因为那些电线啊 挺重的 包括一些材料 电工用的材料盒子啊 都是一箱一箱的 那我这几天 也有跟另外一个观众吧 聊天 他是在一个挺大的公司 做一个公寓的电工学徒 他们在做一个公寓的项目 那有一个那种很大的电了 因为还没有通电梯嘛 所以他就从一楼搬到几层高的地方 三个人徒手在那边看 想起来就想想就非常的累啊 那个活 所以呢 大家要做好准备 因为毕竟 他还是算体力活的 在我的理解中 所以你是否准备好 吃这个苦 而且包括很多人的脑子里想的电工的工作 提力活的 大家呃强调都是呃在你选择电工学徒这个工作之前呢 你可能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份工作其实经常需要爬 爬了爬了呃 楼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工作的 因为 啊电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呃 装灯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容 那灯的一些fixture啊 跑线啊 包括很多时候跑线的时候 线是从ceiling上面走的啊 特别是做三页项目的时候 他那个呃呃天花板都非常的高啊 一般的呃都有 至少有四米的高度 所以那个梯子可能用的都是九尺的梯子 那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长期看我的视频 也可能知道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做到一一一一段时间的时候 要做这些装灯的时候 发现我有恐高 还挺严重的 他太高的时候脚 身体都是会颤抖的 那经过后面 啊做久了以后慢慢才适应的 那除了这个 那很多网友也细心的提醒我了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 你是可以提出说 呃说no的 那包括呃 公路公司提供的设备啊 呃呃 保护措施啊 不够齐全 你也可以提出来的 那当然了 这个是呃 呃 外话了 前提就是你要适应 以这么在这么高的高度工作 你是否能适应 如果有恐高的朋友呢 如果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克服了 如果你是恐高的比较严重的实在不能克服的 那这一点是比较 关键的一点 能否适应在呃 这么高的地方工作 那第三个要强调的就是 要考虑的因素就是 你能否适应这个比较粘比较草的工作环境 像工地里面的各种粉尘啊 包括我们之前做一些那些商业的项目重新装修的 它那个ceiling上面天花板或者梁上面的那些灯啊 你要先拆下那些灯上面的灰尘呢 都是有这么厚的 因为它那个地方一般都平时都不清洗的 那它店可能开了十年开了好几年十几年 那你刚开始重新装修 哇 上面粉尘都是厚厚的一层 你稍微动一下那个灯的底座 哇 飞尘都是满 满天飞 所以这个空气质量是比较差的 虽然戴了口罩啊 但是明显的 我下班的时候回去洗澡的时候 都可以感觉到鼻子这两边都是黑的 戴了口罩这里都黑的 而且鼻孔口罩内侧 黑黑的那些粉尘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另外呢 那就是噪音 因为工地上有其他工种 而不是说全部都是你电工了 有其他工种 那各种噪音都是有的 特别大的就是做那些铺瓷桩的 铺瓷桩它用那个电锯来锯瓷桩 所以声音也是非常吵杂 所以噪声还有粉尘 这两点你是要考虑的 就是工作的环境 很多时候其实是挺脏跟挺吵杂的 所以如果呢 你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朋友吧 不能接受这两点的话 所以你还要慎重考虑 是否你真的想从事这个电工的工作 而且在加拿大冬天是比较冷的 那很多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电工有些工作是要在户外进行的 像那个做新房的时候 房子都还没有开始建了 那要立那个临时的电杆 那很多东西还是在户外进行的 所以那下雪的时候啊 或者那时候冬天 有的时候刚开始还是比较冷的 所以工作环境冷啊 脏啊 草啊 这点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 然后第四点那很多人应该都可以接受的了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下就是工作的这个时间 那如果你是在大公司的话 工作时间都是比较早的 因为很多人我了解的都是七点开始上班 那有些早的是六点半 那大部分是七点七点半这样开工 那可能上到下午的三点多啊 这样的时间段 所以比较早要去上班 那如果你是在小公司的话 上班时间可能晚一点 但是在小公司上班 经常有的时候需要赶工的时候 都要上到偶尔的时候 比较上到比较晚 大部分还是正常的 但是偶尔需要赶工的时候 所以你要做到 你能不能接受啊 做到晚上的九点或者十点啊 特别是很多是那种商铺的一些项目 比如是维修啊 或简单的把灯换掉啊 因为他们要保证第二天要按时的营业 所以我们一般是在前一天下班的时候 过去做 那可能是五点开始 那就要保证当天晚上要做完 我们最晚的时候 做到晚上十一点多 那做完 那保证因为第二天 要继续的开业 所以你要可以接受 偶尔的时候 可以上到很晚的时间 那不会影响你的家庭 这点是要考虑的 那基本上我觉得 目前我觉得这四个方面吧 是你决定要做这个电工行业是比较需要考虑到的 如果你能接受这以上的四个点 那我觉得你还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 你可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毕竟其实现在电工学徒还是比较缺冷的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也不是那么高 那如果我刚才提的那四点 有一点你觉得或者有几点你觉得不能接受 那你就想一想能不能克服了 那如果真的不能克服 可能这个行业不一定适合你了 所以这几个点是我觉得 因为这么多人跟我沟通完以后 他们说想做电工 那我是觉得有些人不知道 有没有充分考虑到这几个因素了 所以我想做一个视频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 电工这个行业 哪些地方在重新之前需要考虑到的 因为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了 这份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希望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拜拜